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期我们讲一下元宝文 首相当中出现元宝文 如果是其他的主要的文理不是很好的话 表示医生当中运势没有那么完美 而且食指跟中指有明显的缝隙 存在这些漏材的问题 但是元宝文的财源 事业财源是比较盛畅的 但是感情方面是有一些困扰 很多支线和干扰线 特别主要是因为感情而破财 因为他的漏材文 包括他的天文是直指指缝 所以说因为感情破财的几率比较大 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讲 容易因为感情影响自身的福气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元宝文加横采文 其实这个首相当中本身呢 文理是非常的清晰 形成元宝型的纹路 一生可谓是一时无忧 至少是小富贵的命格 如果是再出现很好的横财文 这种横财文 那么命中的财源是更大 有望成为大富贵的这种格局 这种首相呢是天生的老板名 但是感情线分叉比较多 感情线看分叉很多 这是一个对于感情不太顺利的一种表现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也是有横财文的 看见没有 横财文一条一条的 很顺的 再加上元宝 这种富贵的命格比较 概率比较大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元宝文 再加上掌中的事业线比较通达 这种首相的人的事业运势非常的旺盛 一生如意掌握权贵 很多人在事业单位就职 或者是公职人员 这类首相呢 就容易有晋升 这种首相人事业会一帆风盛 很少有波折 属于这种比较清闲的好首相 就是这个元宝文加事业线 那么还有这种 就是这个大元宝文 再加上这个财运线 手指的根部出现这种竖的纹路 包括这个无名指和小指方向 中指甚至中指出现这种情况 都会是不错的这个财运 一生财运非常好 钱财不缺 财远广进 属于大富贵的命格 大富贵的命格 而且财远不断 经常是没钱的时候 自然会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来财 命中当中的正财是非常的旺盛的 好了 有关这个元宝文呢 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这里包括很多类型的元宝文 跟这个漏财的元宝文也有 包括这个感情线不利的这种 也有 还有这个横财文加在一起的 还有这个失业线非常清晰 再加上配合元宝文的话是更好 那么这里还是天晓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